今天,阿弥陀佛,释迦世尊,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。 这是无比的大善啊。 我们要是认识这两个人啊,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,是我们的真正的善友啊,我们要亲近他。 他在哪里?读宋经典就是亲近他。 分享学习心得就是亲近他。 古人有所谓,继神如神在。 这个心多伤。 我们展开进去,面对经文,就像阿弥陀佛在我面前。 跟我说这些话。 阿弥陀佛在我面前,为我介绍。 要用这样的心,去读宋,去受持,你才真正得到理。 啊,新年代,这些代的年轻人。 比过去,有很大的差距。 啊,这个过去,要指一个世纪。 我们都比不上啊。 啊,一个世纪之前的念,念书人,读书人,真的,有君子之风啊。 风范还在啊,认真努力。 啊,有那一份沉浸的意思。 啊,这一百年之内呢,这种心态啊,逐渐就淡薄了。 越来越少了。 啊,啊,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,就不多了。 啊,我能遇到三位善知识。 啊,他们热心来教我。 啊,我很感谢。 啊,啊,很多人为我庆幸,庆幸,说我的运气好。 啊,我也曾经冷静思考。 啊,这是什么原因? 还是应光大师讲的,沉浸。 啊,我还有那么一点点沉浸。 那换一句话说,别的同学连我这一点点沉浸都没有。 我这一点沉浸在一百年前,善知识是不会理我的。 为什么呢? 为什么呢?不够。 只有一两分沉浸不够。 可是在现在,已经没有沉浸的,那一分两分也很可贵啊。 也不容易啊。 啊,所以他就不舍弃我了。 啊,这是真的,一点都不够。 啊,虽然,应当要谦虚。 不要跟现在人比,跟现在人比,哦,好像我觉得很了不起。 跟古人也比,就比下来了。 差远了。 啊,你的功高国慢就消掉了。 啊,你的虔诚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 啊,我们现在这个几分恭敬心算什么? 啊,所以展开金卷,看不透。 啊,古人说,我们自己也知道,经典里头,字字句句,喊无量一言。 那无量一,我们能看到几,看到多少? 啊,你也是瞧不起释迦牟尼夫,瞧不起孔子。 啊,那是封建时代,落后时代,你要这样说他。 他们对于这些经典字字句句,真的是无量一言。 我们今天甚至,一个正确的意思都没看到。 所有看到的全是偏的,全是邪的。 为什么?我们的心邪,心偏。 偏心看偏的,邪心看邪的,邪的。 没有正念。 所以正的东西你一点没看到。 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? 心要是真了,你态度也真了,你的行为也真了。 啊,你有几分阵都表现在外头啊。 瞒不住的,啊,瞒那些无知的人,他不知道。 真正有学问,有道恨的人,你瞒不住。 你一眼就看穿了,你一眼就看穿了,不说而已。 人家有德行,不顺。 所以,欲真之时,要用真心。 那,你总得有几分诚意,你才真正遇到真正的利益。 否则的话,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 MING 感谢观看